Hello大家,我是美惠 现在呢已经是年底了嘛 马上圣诞,元旦,新年都要到了 我想说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几个不同场合可以穿的look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身上的这一条黑色的裙子 我觉得还蛮适合像现在圣诞期间有很多圣诞舞会啊 圣诞party啊就稍微正式一点的活动 上身呢是一个挂脖加一个水滴的镂空的设计 但是它后背真的非常漂亮 它是一个这样子露背的设计 然后有一条钻链,很女人,就是很bling bling的 那下半顿呢它有一个这样子大腿开叉设计 刚好不高比低,然后可以用腿的这个曲线 我觉得还挺性感 就是又优雅又性感的风格 那包包呢我有两个选择 可能参加圣诞舞会的话会更适合这样子手拿着 整体呢看起来会更加优雅一点 那另外呢就是可以用这种稍微酷一点点的一个腋下包 会比较随性一点点 那圣诞期间呢如果想要跟朋友去聚餐 可以穿一件稍微没有那么正式的裙子 这件就比较casual一点 它也是有一个小钻链的肩带设计 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节日氛围的 它是一个针织裙 所以整体来说会更加舒服 脖子上这个choker呢它其实本来是这条裙子的腰带 但是我觉得可能放choker的话它还挺有趣的 很多种绑法可以这样子两边都掉下来 然后也可以一边掉下来 如果你不喜欢绑在脖子上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做腰带 绑在腰上面会让整条裙子更加有趣一点 因为它裙子呢是双层真实面料 所以比较厚 那外面呢一般就会直接套一件这种白色的羊毛带衣 其实这样子如果是出去参加聚会啊什么 就完全足够 OK那接下来这条裙子呢 我觉得非常适合跨年的party 或是任何party 就是跟朋友出去玩 可以穿那条小白裙 它这条裙子比较特别的就是 它这个裙的边缘有一排碎钻 所以就是bling bling闪闪的 腰这边呢有一个收纸的设计 所以呢会稍微显得腰细一点 然后背后是一个大肚背 就真的是非常有party感 整体呢我就是搭配了叫闪的一些配饰比多 就像disco一样的包包 然后呢搭了一个就是比较有钻感的鞋 那过年期间呢放假跟朋友出去玩 我选了一条橘红色的裙子 我感觉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穿红色的衣服 所以可能很容易撞 那我就选了一条可能没那么红 但是又比较喜庆的颜色 它这个是个很正的版型 胸口这里有一点点开口 下半身呢是鞋踩 所以会比较凸显腰身线条 背后呢是一个交叉的大拢背 那当然如果不想要太过漏肤的话呢 可以外面搭一个这样短的羊绒外套 非常的软糯 它就是可能多了一分法式 比较慵懒的一个感觉吧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节日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